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残疾女孩为了穿上自己心仪的红礼服 不惜和恶魔交易的故事 小美一直十分喜欢对面橱窗里的红色礼服 摸胸掐腰的设计是那么适合自己的身材 可自己现在的这副面孔怕是已经穿不出这件衣服的感觉了吧 自己也只有每天在这里窥视的资格了 突然她似乎看到了自己穿着礼服站在橱窗里的样子 可下一秒就被眼前的事实打败 她沮丧的往后一退 水杯应声而碎还扎到脚心 蝎红的血液让她想起了自己的眼睛 那曾经是多么美丽的一双眼啊 可现在这被人们嘲讽着像极了怪物 小美回到床上用被子紧紧的蒙住头 忽然恶魔的手伸了进来 将点人的蜡烛放了进来 然后示意小美过来 小美过来后 对方拿出一个红色的盒子 里面是一件透明的隐形衣 小美虽然感到有些恐惧 但是依然十分高兴 她兴奋地穿上隐身衣 换上最喜欢的红色高跟鞋 然后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商场里 穿着了那条红色礼服 果然礼服就像是为她量身定做的一般和身 小美开心地在商场里转圈圈 穿着隐形衣的她看起来十分恐怖 可小美却丝毫没有感觉 她沉浸在礼服带来的喜悦之中 无法自拔 她想亲眼看看自己是不是如想象中的魅力四射 可她从镜子中却只看到那件红色的礼服 她惊恐极了 想要脱掉隐身衣 可隐身衣竟然没有办法脱下来了 这一刻小美崩溃了 她撕扯着隐身衣 又摸索着自己曾经很嫌弃的脸庞 眼睁睁看着隐身衣的主人占有了自己的躯壳 她愤怒地追着那个占有自己身体的人 可一切都是徒劳 她已经被紧紧地封锁在隐身衣里了 正当小美痛不欲生时 她呼得从梦中醒来了 还好这只是一场噩梦 小美摸了摸自己的一身冷汗 她鼓起勇气走出房间 把向阳花放在门外的椅子上 这一次她没有偷窥那条鲜艳如雪的红裙子 可橱窗里有一只眼睛 却一直在深深地凝望着她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可如果一味地逃避现实 像小美一样穿上恶魔的衣服 而最终被禁锢在里面 岂不是得不偿失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及订阅小林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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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